离选举的日子越来越近 双方都进入了正面交锋 互接舱疤的情况 这什么互接舱疤 还有这个日本人名字 这时候却出现了一个 共和党最大的好消息 Joe Rogan竟然呼吁他的观众 叫他们投共和党 这代表了什么 有什么意义 代表他可以拉很多票吗 今天来讨论一下 左派为了进枪 禁止你保护你自己跟你的家人 甚至亲自承认自己种族歧视 发文章出来说明说 加州跟纽约禁枪 是有历史根据的 因为在历史里面 我们也禁黑奴的枪 就代表说 我们也可以禁你的枪 没错 在他们的眼里 你就是个黑奴 共和党跟民主党的攻势 越来越明显 我们的川普总统 当然也要出来掺一脚 对不对 出来说 现在就要重新选举 不然就直接说 他是正当的美国总统 这个有用吗 有可能吗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是伊藤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Joe Rogan这个左派跟右派都有相当大人气的podcast主播 他给了共和党一个大礼 这次其中选举看起来很乐观 不管是川普支持的人 几乎全部都上榜 然后还有很多RINO都被刷下来 还是太多人真的受不了 Joe Biden在做的事情了 但是Joe Rogan 这次在他的节目上讲的东西 比其他所有的新闻都还要有利 就是他叫他的观众 投票给共和党 No one who was alive today had ever experienced a true pandemic and I'm hoping that now that this is over people are going to you know recognize that some serious errors were made and not repeat those that's the best you can get out of it So what do you tell those people? Vote Republican That's what a lot of them are going to do anyway Yeah? Yeah Oh yeah I mean more than a million people transferred over to the Republican Party I think in 2021 alone Find out what that number is But you know you look at guys like Ron DeSantis who kept Florida open and had some pretty reasonable policies in terms of like what to do about COVID and you know he mapped it out on television He was you know widely criticized for this where he was saying like we need to protect our elders we need to you know make sure that medical care is available for those people and everyone else you should be able to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and protect your 剛剛那一段55秒的影片 比任何什麼民調啊 統計啊 哪個政治專家分析出來的東西 還要重要 比Ethan講的東西重要多了 不是因為 Joe Rogan的人氣有多旺 有多有影響力 而是因為 Joe Rogan的想法跟思路 就是絕大多數美國人的想法跟思路 像我們AI News 算是比較極端一點的 我們支持的就是 聖經的價值觀 唯一支持 不屬於聖經的 不符合聖經的 我們就不支持 不管你是左派還是右派 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但是 Joe Rogan他的podcast會這麼紅 接受度會這麼高的原因 就是因為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 跟他是有相同的想法的 或者是有類似想法的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 並不討厭社會主義 認為政府要增加稅收 來幫助窮人 這就是為什麼 Joe Rogan會這麼支持Bernie Sanders 這也是為什麼 當時全美國會這麼支持Bernie Sanders 因為美國人不懂社會主義 不懂共產主義 經過了18個月 我們有了史上最高的通貨膨脹 美國國力整體下滑 外交的軟弱造成了各式各樣的國際戰爭 非法移民不斷侵入 我們的社會秩序徹底崩潰的情況下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 終於看到民主黨在做的事情 都只是為了他們自己 為了自己的權利 為了自己的荷包 來騙你的選票 美國人民看到的是我們的國家 變成了一個極權恐怖的政權 FBI叫Facebook不要散播 Hunter Biden筆跡型電腦的那個事情 然後FBI抄川普家 抄家Rudy Giuliani 全美國目前看起來 有一個非常一致的目標 就是要把這些喪心病狂的左派 踢出我們的國家 踢出我們的國會 來用我們的民主 和平的把暴君消滅 但是 暴君為什麼會是暴君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的底線 他們就是所有人的底線 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們認為他們才是民主 人民如果反對他們的話 就是反對民主 就是對民主的威脅 左派會無所不用其極的 就算承認自己是個壞人 承認自己是種族歧視 承認自己破壞宗教自由 只要能達到目的 就都是可行的 這篇報導是來自於 Washington Examiner 在講這篇報導之前 我們先來講這篇報導的由來 紐約跟加州一直都想要全面的進槍 其中一個就是希望 只要在外帶槍的人 警察就可以合法的把你抓起來 但是基於憲法 他們又必須要讓人擁有槍支 而且持有槍支 所以就有了所謂的持槍證這個東西 持槍證就可以來控制 誰在公共場合可以持槍 但是紐約跟加州這個樣子的地方 如果你要取得持槍證的話 就必須要經過一個環節 就是保護自己或是自我防衛 不能成為你持槍的理由 你要證明你的生活或是你的工作 是需要持有槍支的 但是這個規定下面 卻沒有任何的一個解釋 一切都是由州的檢察官 以及地方的警察局來決定的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非常主觀的看法 他覺得你需要槍支就給你 他覺得你不需要槍支就不給你 那絕大多數就是 覺得沒有人需要槍支 人民沒辦法證明自己需要持槍 這個說法被最高法院駁回 最高法院說 法律不可以在一個灰色地帶遊走 基於憲法持有武器保護自己 是神賦予的權利 如果政府要要求人民 一定要有持槍證才可以持槍的話 那麼就要在美國的 History and Tradition 歷史跟習俗裡面 先找出先例 禁止某些公民持槍的例子 那現在紐約為了要禁止槍支 禁止人民保護自己 來讓根本不遵守任何法律的犯罪 可以肆無忌憚地來搶劫無辜的人 找來一個新的方式 就是你要證明你是一個 good moral character 良好公民 台灣有一個什麼叫良民政的概念吧 你才可以持槍 就是你要把你的Facebook Twitter 人生歷史全部都交給他們看 讓他們決定 你有沒有權利來保護自己 而且給出這個歷史跟習俗的觀點 聽清楚囉 I cannot make this up OK 紐約州使用的歷史是 英國十七、十八世紀的時候就有規定 天主教的人是不能持槍的 因為天主教很有可能是恐怖分子 可能是威脅王權 這就是我們進槍的其中理由之一 不只是這個樣子 他的理由還說 從美洲大陸還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就開始 殖民地的人不會讓美國原住民的部落持有槍支 當時也有通過法律禁止原住民購買以及持有武器 直到十九世紀初期都還有禁止黑奴持有槍支的法律存在 所以我們紐約州在美國的歷史以及傳統上 在確立良民的基礎上讓人民擁有槍支是合法而且合理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政府看我們的方式 這個就是他們為什麼他們認為要奪取我們的槍支 跟保護我們自己的能力 因為我們是沒有任何教育的 我們是沒有任何文化的原住民 或者是黑奴對他們來說 這些人都是被政府禁止擁有槍支過的啊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拿這樣子的歷史充滿種族歧視 文化歧視宗教歧視的方式來禁止你擁有槍支 而且說這個就是我們美國的文化 這個就是我們的歷史啊 這些就是最高法院要求的歷史以及傳統的根據啊 很多人會覺得說怎麼會有人這麼傻啊 你們民主黨不是反種族歧視反成這個樣子 BOM 打砸搶都不管了 你們怎麼會用這麼愚蠢的方式跟理由 來試圖合法化奪取公民的持槍權啊 因為他們不在乎 而且他們覺得我們很好聽 他們覺得他們已經強大到 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所以連這麼爛這麼邪惡的理由 都可以用來奪取你的權利 這個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卻還是有非常多的人願意服從他們 順服他們 認為政府是在乎我們的 政府是在保護我們 政府不會害我們 最了解這個的美國公民 應該就是我們的川普總統 他真的是不斷的被攻擊 從他宣布參選2016的時候就開始 當他看到美國每況愈下 當然也不會必不吭聲 他發了推文說 不對 不是推文 因為他的推特還在被封鎖當中 他在他創辦的平台True Social上面發文說 現在終於出來了吧 FBI就是在選前沒有調查 Hunter Biden的筆記型電腦 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不調查的話 川普就會輕鬆的贏得2020的總統大選 這個是龐大的選舉詐欺 以及干擾選舉 是世界上美國最骯髒的選舉 現在還能做什麼呢 宣布真正贏得選舉的候選人 這個是最基本的解決方案 宣布2020選舉徹底無效 而且馬上辦一個新的選舉 這個非常棒 如果真的可行的話 這會讓我非常的開心 如果這個事情可以這麼簡單的解決的話 但是這個不太可能發生 現在不可能會突然宣布 2020的選舉結果無效 但是如果他們真的宣布的話 是一個非常好 而且非常正確的事情 因為我也覺得2020的選舉不公平 發生的事情太多 而且太扯了 太多非法 而且不符合憲法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完全支持川普的說法 就算不可能發生 但是從現在開始 你會發現共和黨會開始要內戰了 大家會開始為了權力來互結倉疤 接下來幾個禮拜 幾個月 一直到2024的總統選舉 我們會聽到很多共和黨的人叛變 他們會說什麼 川普講話就是這麼沒禮貌啊 太糟糕啊 太干擾美國的政治啊 川普已經過時了 太老了 我們要革新 我們要進步 很多共和黨的政客不喜歡川普 他們在2016的時候就不喜歡 所以我們到了2024 又會看到他們再鬧一次 那我覺得發這些東西是好的嗎? 像川普發這樣的推文 是有意義的嗎? 不知道 某層面上 他是在跟他的基層在喊話 川普在說的事情 不是我們現在就來重新選舉 然後再一次 他說的事情是 但是我們要注意 這是選舉詐欺啊 他們對我們做的事情是完全錯誤 而且很不OK 你要感到很憤怒才對 因為你們都被騙了 我也是這麼覺得 我也覺得選舉日 不應該變成選舉月 我也覺得全面使用郵寄選票很不OK 我覺得把整個國家關閉 只因為一個小感冒很不應該 就算川普當時是同意這個決定的 而且是他某層面上先是他促成的 結果導致就是選舉可以大量的作弊 我覺得這東西都是真的 川普說的很對 絕大多數川普的支持者不會背叛川普 就跟我一樣 我2020的時候投給他 我現在還是會投給他 Ron DeSantis是不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是 Ted Cruz是不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是 當然是 他們兩個都是很有能力 當很棒的總統 那有沒有其他共和黨的人 很適合做美國總統這個職位 當然有 我個人認為有很多 但是 我不會因為這個樣子 就覺得川普被比下去了 川普還是我這一生當中 最保守 最有能力的美國總統 因為他的關係 我們可以推翻Roe v. Wade的判決 所以 如果他還想繼續當總統的話 我還是會投票給他 基本上 2024的時候 我絕對會支持共和黨的候選人 除非是什麼 Liz Cheney 或是Mint Romney之類的 2024 我絕對會投票給共和黨 而且我不會在這邊講什麼 川普不應該參選啊 參選對共和黨不好啊 那依照目前的情況 真的 就是只有川普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野心 有這個慾望 會抽乾華盛頓的沼澤 而且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很多共和黨的人倒戈 很多共和黨的人會被誘惑 共和黨又會在為了川普打一次內戰的概念 但是這就是共和黨 除了彼此互同 或者是跟左派妥協 沒什麼戰鬥能力的阿鬥 講到投票 目前這個國家是充滿著壓迫的 不只是對於保守派的壓迫 這些是沒人在乎的壓迫 真正的壓迫是什麼 是對於美國的明星 那些搞音樂的 他們才是真正被壓迫的 有一個女歌手叫做Lizzo 我不知道她是誰 我每天都問她的歌 她手拿著獎盃 然後叫大家說 一定要出去投票 要來赫止在美國的壓迫阿 我不知道 什麼意思是音樂影片 但是我確實知道你的選項 而且那是很難的 你的選項 對我來說 對這國家的改變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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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你們 你們選了 那些選項 對我們 選擇 我們 我們 你 你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不過他應該是目前在美國 最不被打壓的一個人了 在現在這個文化裡面 被打壓好像是一個非常驕傲的事情 每個人都在找各式各樣的方式 說自己是如何被打壓的 事實上就是 這個人 他跟所有的人一樣 有一樣的憲法權利 他想要買什麼 應該也沒有被限制住 你看他的身材的話 應該吃什麼 也沒人限制他 這就是為什麼 他在台上說的東西 都是很不清楚的 他沒有在說 我們應該要用我們的選票 來反對什麼東西 或是支持什麼東西 他也沒有說要投票給誰 要不要投票給誰 也沒有說他是如何在被打壓的 他只是在說 美國是個很壓抑的國家 快速去投票 這就跟 我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 在2024的時候有一個 好像沒有唱過多少歌 但是很有名的饒舌歌 所以叫做Puff Daddy 中文好像什麼 吹牛老爹吧 我那時候好像是高中生 我很記得當時的口號 非常清楚 他當時的口號是 Vote or Die 去投票不然就去死 那 大家跟我回憶一下 對 對,那當時這就是一個民主黨 一個pop culture 的一個回應 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小布希拉下去而已 我當時其實就覺得很奇怪了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好像不是唯一的選擇 就是我如果沒有投票的話 我就會死掉 這樣有點over the top 但是當時美國的饒舌歌手是最紅的時候 所有的年輕人都在講同樣的事情 但是其實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前因不知道後果 我當時也不知道 只是一群人無腦的被灌輸一個口號 然後在那邊為著掌權者叫囂 當那些掌權者的打手 剛剛那個影片裡面 一個女的穿著很貴的衣服 手裡抓著黃金的獎杯在那個地方說 天啊!我好慘!我被壓迫啊! 一定要去投票喔! 一定要去投票給那些好人 不要投給那些壞人 因為他們會壓迫我 這個計畫還有方法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用 pop daddy那個時候 voter died最後也沒下文 小布希還是當了第二任 但是他們改變了一個東西 他們獨佔了壓迫這個詞 或許在2024的時候 我們還會覺得說 他們好像真的是很被壓抑 活得很壓抑 但是現在真的是全力轉移了 現在我們看到BLM啊!LGBTQ啊! 那些人出來組織活動 後面全部都是千萬億萬的大公司 大企業在後面推著 現在回想起來 他們在那個時候就一直在我的腦子裡 一直洗腦了 告訴我說自由派沒什麼用 自由派被打壓 信仰很愚蠢! 我不知道下面這個影片 大家有沒有看過 但是在我讀高中的時候 是那時候每個人都在傳的 是在說 自由派就是在被打壓 被這些保守派 偽善的宗教的信仰控制 美國如果要變強的話 就必須變得跟其他國家一樣才行 所以讓我們保持這個樣子 我們保持這個樣子 好 WILL The New York Jets Sharon Sharon The NEA is a loser Yeah, it accounts for a penny out of our paycheck but he gets to hit you with it anytime he wants It doesn't cost money It costs votes It costs airtime and column inches You know why people don't like liberals? Because they lose If liberals are so fucking smart How come they lose so goddamn always? Hey And with a straight face You're gonna tell students America is so star-spangled awesome That we're the only ones in the world who have freedom Canada has freedom Japan has freedom The UK, France, Italy, Germany, Spain, Australia Belgium has freedom Just in case you accidentally wander into a voting booth one day There's some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nd one of them is There is absolutely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statement That we're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e're 7th in literacy 27th in math 22nd in science 49th in life expectancy 178th in infant mortality 3rd in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Number 4 in labor force And number 4 in exports We lead the world In only 3 categories Number of incarcerated citizens per capita Number of adults who believe angels are real And defense spending Where we spend more than the next 26 countries combined 25 of whom are allies Now none of this is the fault of a 20 year old college student But you nonetheless are without a doubt A member of the worst period generation period ever period So when you ask what makes us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I don't know what the fuck you're talking about Yosem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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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得到胜利 我们会被打压 会被压迫 但是这个世界上 正常的人 比神经病多多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人 可以勇敢的 做正常人 不用伪装自己 是个神经病 或者是装自己 被打压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